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山群的四周没有高山 也没有建筑物的遮挡 非常的开阔 爬到火山顶上 只能用壮观和震撼来形容眼睛看到的景色 在火山下还能看到羊群和马群在吃草 让人感觉非常的放松惬意 这个适合自驾 露营拍照片的地方 就是乌兰哈达火山群 乌兰哈达火山群它属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有很多朋友会说 这应该是死火山 但据专家说 这个火山不是死火山 但未来什么时候喷发就不知道了 如今这片大区有30多座火山 在火山地中原内是有8座火山可以登上去的 这8座火山都是喷发过的火山 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去3号 5号和6号火山 因为这3座火山是最大的 如果喜欢露营的朋友 我个人建议去5号火山 因为在这露营的人特别多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有一个照应 最重要的是 5号火山的山底下它的手机信号是满的 陆营的朋友 千万不要把垃圾随便扔在地下 我现在带大家去3号火山看一下 它叫做北炼丹炉 为什么叫做炼丹炉呢 因为在空中看的话 特别像泰上老郡的炼丹炉 大家看像不像 这座3号火山因为设置了台阶 爬起来比较容易 10分钟肯定能上的 老人和小孩来这座3号火山是非常安全的 在3号火山有一大片区域是黑色的 很明显是被开散过 现在已经被保护了起来 这片黑色区域也成为最受欢迎的拍照打卡地 火山上还有出租太空服装的 喜欢拍照的朋友可以过来体验下 绝对拍出大片 如果有无人机的朋友那就更好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空中的无人机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迷你型号的更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边的风力很大 现在的火山已经长出了各种绿色的植物 但是还能看到当年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 比如这些火山岩石 这上面布满了各种的小洞 这是因为当时熔岩在喷发时加带了大量的空气 欲动后迎接形成的 在火山的顶部大家看我身后就是一个圆形的大坑 在坑中央的位置有一个圆形 这就是当年火山的喷发坑 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5号火山 这是保存最好的一座 它完整的保存了火山喷发后的样子 但是这座火山它没有开发 它没有修建台阶 爬起来非常的艰满 我个人不建议小孩和这个老人 过来爬这个5号火山 我现在已经爬到了5号火山的山顶上 这眼前的景色 真的实在是太美了 这里也是很厉害的 6号火山 这座火山已经被打开了 它的四周已经被掏空了 只剩下了中心的部分 所以它整体是黑色的 这座火山人特别多 很多朋友会穿上太空服 在这里看这儿 真的有种在火星上的感觉 所以6号火山是最受欢迎的一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